第六十一章 两次强硬的发言 大清树下的修行者们一直在注意剑旁的那对年轻男女 他们很清楚 书斥虽然性情温婉 但极少对男子予以丝毫颜色 此时看着他竟与那年轻男子相谈甚欢 不由窃窃私语起来 猜测那名年轻男子的身份与来历 先前便隐约猜到宁缺身份的某些人 通过眼前这幕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心中的震惊化为净具 不知此时自己是该去向传说中的书院高人行礼问安 还是应该保持沉默以免让对方不喜 那名南晋贵公子察觉到了场间气氛的变化 围在身旁讨好自己的几名散修 显得有些神思不宁 余光一瞥 看到剑边那两个身影脸色顿时变得阴沉起来 他身份尊贵 此次却亲自前来烂科寺参加于兰节大会 除了代表南晋皇室 向南晋有大恩的齐山大师表示尊重之外 更重要的原因便是他知道书吃会来 他想通过此举向对方表示自己的诚意 甚至还隐隐盼望着如果能够得到齐山大师的承诺解惑 说不定会在瓦山里与那女子成就美事 南晋皇室曾经私下试探过书吃的心意 却遭到拒绝 这位贵公子几番书信 石沉大海 使之墨山山这姑娘并不是普通的女子 今日进入瓦山后 为了不让他觉得自己是在纠缠而心生不喜 始终在压抑着自己亲近他的渴望 扮演着风轻云淡的模样 就是想让他能够对自己留下一个好印象 正在这位贵公子轻摇折扇 矜持而温和地与那些修行者闲谈 有些紧张地猜测着墨山山会不会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自己 眼中流露出欣赏之色 自以为得计之时 却忽然发现 自己轻目的女子 竟是根本没有在意自己 而是在和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男人 去了见边怯怯思语 而且还笑得那么开心 青树下的那些修行者 惊疑目光和轻声猜测 引起了宁缺的注意 便再难瞒过他敏锐的感知 尤其是那名昨日清晨在浪科寺里 遇见过的南静贵公子阴沉的脸色 更是没能逃过他的眼睛 他不由微微皱眉 想到某些事情 宁缺也必须承认 如果不去理会性格品德之类的东西 但从身份家事上来论 那名南静贵公子 大概是世上最适合书吃的对象 如果要说性格品德 自己也没有那些东西 一念及此竟生出些莫名其妙的不悦 宁缺看着青树下的那名南静贵公子 问道 你是和那人一道来的 莫姗姗摇了摇头 不知为何 确认莫姗姗不是和那名南静贵公子 一道来的烂科寺 宁缺的心中不悦情绪 顿时烟消云散了 笑着说道 但他肯定是跟着你来的 莫姗姗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说 有些微寒的秋风自见底升起 顺着石瓶吹拂 大青树里发出花花的响声 而且树罐里的枝叶 因为太过浓密 没有被风扶开任何缝隙 树下那名南静贵公子的衣襟 也被风掀起了瞬间 明黄色的腰带骤显映 我知道他是南静太子 宁缺说道 莫姗姗未敢诧异 昨天在烂科寺里遇见过 有些小争执 不过你知道的 我现在性情比较温和 所以就算他问我算什么东西 我也没告诉他 在我眼里 他连东西都不算 因为更早的时候 我就和他打过交道 他曾经想买我的鸡汤铁来讨好你 那次我真把他的脸抽得红肿不堪 现在真没有什么再抽他的兴趣了 莫姗姗看着牙下的山剑 低头微笑不语 宁缺以为他不知道那次老笔斋 贝切文物拍卖大会上发生的故事 便讲了一遍 眉飞色舞地说道 十三先生 不赏你家南静太子的脸 要赏 便是这季响亮的耳光 莫姗姗抬起头来 微笑地问道 很得意吗 宁缺想了想 当时感觉确实很得意 这时候想起来 也还是有些得意 那便是真得意了 莫姗姗点点头 然后说道 其实我知道这件事情 宁缺心想 既然你知道我还没飞色舞地说一遍 真的是很尴尬 莫姗姗看着她的眼睛 似笑非笑地说道 帮我赶走一个我的追求者 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 还是说 你只是得意于 让我苦苦念着你一人 而孤老终生 宁缺的身体危险僵硬 更不知该如何接这样的话 最麻烦的事情是 世间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那么你说 世人会怎么看待我 又会怎么看待你看待我的方式 莫姗姗有些羞愧地说道 既然是不可行 你这样便不合适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当时就不该那样 宁缺侧身对她长衣道歉道 从以前到今天 我一直在犯错 希望你能原谅 她的道歉很诚意 有难得的真诚 莫姗姗却是喜悦不起来 明湖般的眼眸微微荡漾 有些失望 微酸 勉强地笑道 道士说的没错 你就是世间第一等无耻之人 认错认得比谁都快 诚恳地总让人觉得 好像错的都是别人 你才是无辜的那个 宁缺沉默无语 这才发现 再如何清雅脱俗的女子 一旦被某事所困 和世间所有的女子 都没有任何的差异 总会找到无数称怒的理由 当然 她自己只能老实受着 因为她确实错了 稍一私存后 她认真地说道 为了让你觉得 我的道歉更有诚意 我决定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 待桑桑病好后 我会以最快的速度 赶回长安城 然后去王大学士府上 把那幅鸡汤帖 抢回来 到时候 寄给你 墨市旁的书房里 已经有你很多书帖 宁缺有些无奈 那 怎么才能让你高兴起来 墨生生看着她的眼睛说道 墨市旁的书房里 还没有你写给我的便捐 这是已经重复过 很多次的要求 她自己都觉得 自己有些自轻自荐 羞愧难当 脸颊渐渐生出了红韵 却依然勇敢而坚持地 看着她的眼睛 宁缺不敢直视她的眼睛 望向身前的山剑 沉默不语 墨山山在心中叹息一声 不再多说什么 望向山剑 平静不语 秋日山色极美 山剑清幽吟有水声 剑盘没有雨声 大清树下的修行者的猜测 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对象 这一道谜题确实很简单 熟吃出道数年时间 在世间流泻的故事里 能够与她并肩而战 观山景默契无语的男人 从来就只有那个人 随着已经猜到宁缺身份的 那个人的发生 猜测便成为了现实 人们确定站在书吃身旁的 那个男人便是传说中的 书院十三先生 宁缺 震惊的轻呼声在人群中响起 即便是人们再如何强自压抑 依然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反应 看着剑旁二人的身影 南京太子的脸色铁青 搂在袖外的双手 因为愤怒和嫉妒而颤抖起来 即便他再如何想保持风度 依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片刻沉默后 终于有人忍不住 向着剑盼走了过去 有人领头 自然便有更多的人跟随 极短的时间内 大清树下便变得空无一人 先前还显得拥挤的那方食品 顿时变得清净无比 坐在棋盘一面的那位南京国手 正在苦思冥想 没有注意到 而负责主持残局判定的那位 烂科斯黄医老僧 却感觉到了 有些意外地抬起头来 向剑旁望了一眼 当青树下那名修行者 踏出第一步时 宁缺便感觉到了 他转过身来 看着那数十名修行者 朝自己而来 不由正主 以最快的速度计算出 待这些人冲过来时 自己和墨珊珊 应该用什么手段来应对 才能不被击下山剑 然后他看了黑色马车一眼 确认大黑马正在警惕才放下心来 那些修行者没有真的把宁缺挤下山剑 而是极有分寸 甚至可以说带着某种天然的敬畏 在距离剑边还有数张距离的时候 便极有默契地同时停了下来 宋国礼道人拜见十三先生 晚生林若宇 见过书院前辈 在下话隐 代价师 享宁大家请安 众人恭敬地 享宁却行礼请安 或神情拘谨 或兴奋难易 有的人声音危产 有的人声 甚至兴奋的都有些变调 能感觉到所有的人都很激动 这是浩天的世界 道门自然在修行界里 拥有绝对至高无上的地位 今日来到兰科斯后 瓦山的修行者 大多数也是修道之人 只不过 道门与书院的阴影对抗 都是发生在黑暗的历史阴影之中 发生在那些呼风唤雨的真正强者之间 与这些普通的修行者 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们只知道 书院后山是传说中的不可知之地 书院后山那些夫子 亲传弟子 便是传说中的世外高人 对世间的修行者而言 所谓世外高人 总是在云端行走 偶现红尘 却难觅踪影 绝大多数修行者 终其一生 也没有机会 与这些真正的世外高人相遇 即便在所有的不可知之地里 书院是唯一与俗世相通的地方 但唐国之外的修行者 也基本上没有机会见到书院后山的弟子 今天他们终于见到了 而且并不是远远地看着那些世外高人 欲见自天上飞过 而是如此近距离地接触 甚至能够与对方说几句话 他们怎么能不兴奋激动 且不论这等机会 会不会给他们慢慢修行道路 带来什么好处 但至少将来年老体衰 将要回归浩天光辉之前 他们可以对自己的后辈弟子们 回忆某一年在瓦山烂科寺的故事 骄傲而满足地说道 当时的书院十三先生是如何的平易近人 宁缺从来没有世外高人的自觉 在他终于成功登顶进入书院二层楼后 他依然会去洪秀昭喝酒 和临四十七项的邻居寒暄聊天 带着前院学生北出边赛 不知与世间多少人接触过 虽然这些年他清晰地察觉到 世人对待自己的态度见有不同 但依然没有怎么在意 因为他依然生存在世间 并没有去世外隐居 这与他是书院入世之人有关 更是因为他本人的性情经历决定 真要出世便要与世间断离关系 然而在复仇成功之前 他根本无法撕扯开 自己与俗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即便杀死夏侯 似乎这种局面也没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看着这些异国修行者 恭敬甚至敬畏的神情 看着人们眼中的兴奋 激动 宁却正了正才醒过神来 露出温和的笑容 与这些修行者平静的回礼 他的神情虽然平静从容 心情却并不平静 他一直都很清楚 书院在修行界里的地位 只是过往入世之时 他打交道的对象 不是疯子 便是强得恐怖的前辈变态 所以直到此时此刻 他才第一次真正地感受到 师门的强大 感受到修行者 对书院的尊重 或者说敬畏 无论是尊重还是敬畏 都是很美好的感觉 虽然是浩天的世界 修道者居多 但毕竟大唐乃是世间的第一强国 自然也有深受大唐影响 自认于书院亲近的修行宗派 一名来自大和国的剑师 更是毫不犹豫地 以同门晚辈弟子自居 跪在宁缺身前行了一个大礼 然后站起身来 很自觉地站在了墨山山身侧 最近的位置 脸上流露出自豪的神情 这等做派自然有些可笑 大多数修行者却没有笑 而是觉得理所当然 如果他们也是大和国的修行者 只怕要比那人贵得更快 书吃虽然风姿卓越 但能抱书吃的大腿 谁不愿意 更何况还能以娘界人的身份 和书院高人亲近 然而终究还是有人看不下去了 发出一声吃笑 顿时打破了山剑旁的气氛 依然在乱糟糟行礼的修行者们 恶然回首 心想 这是谁竟如此的大胆 此时 敢于发出嘲笑声的人 自然不怎么畏惧书院 今日 西陵神殿没有派人前来 朗科斯诸僧不知何故还在山下 场间唯一能够有资格与书院对峙 或者说 自认为有资格与书院对峙的 便是南晋建阁的弟子 自剑圣柳白横空出世 被修行界公认为世间的第一强者之后 自认天下第二强国的南晋 便变得愈发骄傲 甚至有的时候 连唐国都不怎么放在眼里 而师承柳白的建阁弟子们 行走在修行界时 也常常以骄横主称 然而 人们猜错了 即便是建阁的弟子 也不敢对书院中人有丝毫的不敬 哪怕因为柳义清惨忙之歌 他们对书院心存恨意 但那恨也必然是尊敬的恨 发出嘲笑声的确实是个南晋人 但他不是建阁弟子 而是南晋的太子 从确认宁缺身份后 南晋太子便开始愤怒 因为极度而掩路怨度 虽然他知道书院对唐国意味着什么 即便是他也不应该倾其分信 然而看着那些修行者在宁缺身前 奴言媚鼓的模样 他再也忍不住了 人群减分 南晋太子走了出来 看着墨珊珊的身影 他的脸色稍微好看了一些 陈生说道 死这等薄姓之人 哪里有资格站在山主你的身边 我带来的那位祈祷大师 乃是宫廷的国手 马上便要解开那道残局了 稍后你与我们一同上山便是 山前旁鸦雀无声 修行者们脸上的神情很复杂 很多人都想笑 然而却不敢笑 以至于面容非常古怪 很是精彩 数年来 世间最出名的男女情势 早已不再是月轮国花痴和龙庆皇子 那段小清新的青梅竹马的故事 而是书院宁缺和大和国书痴 还有那位小侍女桑桑之间的狗血三角恋故事 这段故事早已传遍了诸国深入人心 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故事中桑桑的形象非常淡 所有人都不知道那个小侍女是谁 更无法理解宁缺为什么会坚持选择她 而不顾书痴伤心失望 于是所有人都开始替书痴不值 替她愤愤不平 然而 随着时间的流逝 很多秘密不再成为秘密 修行界终于知道 原来那个小侍女桑桑 竟是前任光明大神观在世间唯一的传人 尤其是当西陵神殿数月前正式传出光明之女的封号后 情况顿时得到了改变 至少在人们眼中 小侍女桑桑终于拥有了在这个故事里与书痴平等的地位 于是这个故事也变得愈发的精彩了 随着南京太子陈生的指责 场间的修行者们想起了这段著名的情势 自然也就想起了传闻中光明之女 永远在宁缺身边的说法 人们这时才想起了石瓶旁 还有一辆黑色的马车 众人转身望向那辆黑色马车 神情变得不一样 甚至比先前看宁缺时更加的拘谨 敬畏之中畏惧的成分明显要浓郁了很多 有人最先醒过神来 匆匆走到黑色马车前跪下 正如先前所说 修道之人都以西陵神殿为尊 在山剑旁同样如此 修行者们匆匆走到黑色马车前 竟是黑压压跪了一片 恭迎光明之女 降临人间之国 众人纷纷虔诚地拜道 恭迎光明之女 降临人间之国 桑桑平静的声音 从车厢里传了出来 都起来吧 宁缺微微一笑 没想到这小丫头的声音竟有这般矜持威严的感觉 修行者们如释重负 纷纷起身 依然保持着恭敬的姿势 即便是膝上沾着草屑和灰尘 也没有人敢去拍打 看着这幕画面 南进太子的脸色愈发的难看 他这才发现 宁缺哪怕是身边人的身份都不比自己低 若让马车里那个小侍女将来继任了光明大神官 那岂不是比父皇的身份都更加尊贵 他没有想到 接下来会发生一件令他愤怒却又无奈的事情 马车里再次传出了桑桑的声音 舒痴姑娘可愿陪我一道上山 南进皇子神情骤变 修行者们神情骤然变得精彩至极 宁缺的心情却是骤然一紧 他很了解桑桑 他很清楚 桑桑先前称墨山山为山主 而此时称他为舒痴姑娘 这中间的分别有何含义 虽然没有恶意 却不知会不会令另一位姑娘不悦 墨山山没有什么不悦 只是笑容有些威慑 他隐约猜到桑桑为什么喊自己上马车一道走 大概便是南进太子先前的那番话 南进太子说 宁缺是个薄姓之人 桑桑便要证明 这与宁缺无关 这是他们的事情 南进太子邀请舒痴一道上山 那桑桑便也邀请舒痴一道上山 同时也是邀请舒痴一道 打那名南进太子的脸 为了替自家少爷出气 让他在这世间修行者面前保持气势与风光 桑桑愿意做很多事情 包括并不见得和他心意的这次邀请 莫珊珊轻叹一声 心想像桑桑这样 无时无刻都想着宁缺 哪怕浑然无我 也要让宁缺开心 真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如果换成自己 自己真的能做到吗 思考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桑桑为了给宁缺面子 已经做到了这一步 莫珊珊心想 自己主动往黑色马车动一步 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就这样 人们看着书痴进入黑色马车 再往向宁缺的目光 便有些不同了 敬畏之余 多了很多羡慕 宁缺知道 事情的真相并不是如此 二女同乘马车什么都不代表 但她自然不会辩解什么 走到车前 轻拍大黑马 适宜出发 黑色马车缓缓启动 宁缺坐在马前的软垫上 看着不远处南进太子 那张阴沉而难看的脸 忽然生出了一丝快意 只不过那份快意 依然不足够 因为此行的目的是要替桑桑治病 她不想多生事端 所以无论是昨日清晨 在烂科寺里相遇时的言语冲突 还是先前这位太子殿下的嘲笑与指责 她都无动于衷 完全不服往日性情的低调沉默 然而终究还是会不爽的 黑色马车驶过南进太子时 忽然停了下来 宁缺看着脸色难看的南进太子 感叹一声道 哎 吹皱一池春水 话音俘落便有人笑出声来 即便那些位于南进国事的修行者 忍着没笑 但也在挤眉弄眼 终究是别人家的情势 光明之女都让书吃进了马车 你即便是身份尊贵的南进太子 又凭什么干涉之责 你喜欢书吃 可书吃不喜欢你啊 你想挑弄书吃和书院十三先生之间的关系 但人家光明之女都没有说什么 轮得着你吗 这真真是吹皱一池春水 观青和事 南进太子的随从和间隔弟子们自然不会笑 却也没有动怒 反而羞愧地低下头 在他们看来 今日的羞辱都是太子殿下自找的 黑色马车再次启动 从南进太子身边缓缓地驶过 然后才想起宁缺先前还没有说完的下半句 干你娘屁事儿 南进太子本就起得浑身颤抖 此时听着这句粗话 竟是眼前一黑 险些晕了过去 宁缺掀开车帘 看了一眼 发现桑桑的气色确实不错 便不怎么担心 只是看着他和珊珊相对而坐 沉默无言 却又担心到了极底 还是先上山 找着骑山大师再说吧 他这样安慰着自己 轻踢大黑马的翘臀 示意他快一些 然而黑色马车还没上桥 便被拦在了虎岳舰前 拦住马车的不是那位南进太子 而是一句很冷淡的话语 即便是书院弟子 也不能不讲规矩 难道夫子就是这么教学生的 大青树下石平旁 那位黄衣老僧 缓缓抬起头来 缓声地说道 黑色马车停在桥前 宁缺沉默片刻 他最不喜欢听到这种老气横丘的话语 尤其是这种用老师来压自己的语气 然而 桑桑的病有求于懒科寺 所以他没有流露出自己的反感 他望着那名老僧问道 什么规矩 黄衣老僧缓缓站起身来说道 破了残局 才能过桥 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先前他便对书池说过这句话 黄衣老僧却道 只有死守规矩 人才是活的 这句话 隐含某种哲理 宁缺却不知道这名老僧是不是知道自己带着桑桑进山的真实目的是治病 所以用这句话来威胁自己 他微微粗眉说道 难道家师来此 你也要他破此残局 才能见到齐山大师 黄衣老僧神情不便说道 若夫子亲自来此 齐山师兄只怕早已道履相迎而至 只是夫子可以无视这世间的一切规矩 你是他的弟子 却没有这种资格 宁缺看着老僧的眼睛忽然说道 佛宗讲求众生平等 人与狗皆是一般 即便我与老师的差距就像是愚蠢的猪狗和人一样 但我与老师依然是平等的 那么老师能不守规矩 我凭什么就一定要守 书院弟子果然妙便无碍 只是我不想听时便不听 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谁的拳头更强的道理 贵司的规矩终究只能拦住那些没有能力破坏规矩的人 黄衣老僧微微皱眉 莫非十三先生以为自己有能力超越世间规矩 我想试一下 说完这句话 他把手伸进马车里 桑桑早已打开剑侠 把铁弓组装完毕 宁却接过铁弓 搭建弯弓 直指石瓶上的黄衣老僧 然后他说道 那你想不想试一下